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中国大陆自从海南校长带幼女开房案被网路曝光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后 大陆性侵幼女的恶性犯罪事件开始大量浮出水面 接下来的新闻专题我们带您深度了解 在中国法律前为什么还有官员不断犯下幼童强奸案 连日来大陆网路频频传出小学教师或校长强奸幼女案件 引发了家长们的恐慌 5月24号河南省南阳市同伯县黄刚镇斗称购村小学教师杨四傅 现身16名小学生 其中9人经医院确认处女魔破裂 但是5月26号经警方证实杨四傅却与涉嫌猥亵学生被刑事拘留 5月23号广州警方通报 广东雷州英立镇五辽村小学校长郑振波 以辅导课程为借口 多次将两名六年级女生骗到学校宿舍强奸 目前被双开和刑事拘留 5月15号安徽官方通报 前山县天明小学校长杨启发 先后对9名女童实施性侵 长达12年 最小受害者只有6岁 目前是以涉嫌强奸猥亵儿童罪被公诉 这事情背后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建立在无诚论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文化破产之后 它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文化和道德腐败 另外一个就是凌驾于司法之上的中共 它的政治彻底腐败之后 这个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这个腐败它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全面的道德下滑和文化败还 大陆一位基层教育工作者透露 教师校长强奸猥亵幼女的事件 在中国大陆并不罕见 而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据了解 被法学界称为20年来最大法律争议的嫖宿幼女罪 成为强奸幼女的最好挡箭牌 因为这项罪名的量刑最高只有15年 而大部分对幼女实施强奸的官员都被判处了猥亵罪和嫖宿幼女罪 主要是这个制度性的问题 我想现在我们国家可以讲有些法律定的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出行的问题 强奸罪业变成威胁罪业 这个主要是对官方生用的比较多 而对一般的老百姓恐怕就没有这么信任 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就表现在这里 根据大陆复联资料显示 全中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 1997年只有135件 而到2000年增加到3000多件 三年间猛增了20多倍 新唐人电视张天宇 葛雷采访报道 碰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